人類最古老的醫美手術 事實上是做受藥手術的 大概在第17世紀 18世紀 19世紀 三個世紀 馬甲 他們的馬甲 那現在的馬甲的話 大概都是穿好看的而已 大概有一點點的塑形效果而已 但是呢 以前的馬甲它的材質 從最早的 它是用那個什麼木板 用木板來做 就用木板 然後呢 從木板慢慢慢慢的 改成金魚骨 改成像是 有些甚至用鋼板來做 鋼片來做 所以其實它的目的也很簡單 它其實不是讓你長大以後才穿 它是你從小就要給你那個 形狀要把它停下來這樣子的 它其實跟我們那個裹小腳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你看一直到 1912年的時候 各位看到它嗎 1912年的那個巴黎束縛墊 你看那個墊裡面擺出來 那個模型的腰有多細 它那個腰基本上已經束到 大概這個20寸上下 四種尺寸了吧 而且它那種束法 就好像計時的漏斗 把它翻過來 那個沙還會繼續漏斗 那個束成的 現在的馬甲 大概都只束腰這個地方而已 就是這個地方而已 以前的馬甲是連胸部這個地方 都要蓋住 而且胸部會很大 早期漿的那種看 那個是後來的發展 早期的 早期的那個馬甲 它是連胸部這個地方 都會全部一起壓平 都要壓平嗎 對 而且它壓平的時候的話 給各位看張圖片 可惜這張圖片一定要打馬賽克 為什麼要知道嗎 這個是 就是在17世紀的時候 豐丹白露畫派的一張畫 這張畫其實很有名 這個是在法國羅伯公的一張 很重要的一張畫 那你那個 看這畫之後 你看到兩個女生 他們兩個是在浴缸裡面 那是澡盆 那是浴缸 一個人伸手好像黏住 另外一個人的某方面這樣子的 小狗頭 對啦 捏住那個某方面 其實這張畫代表是傳承 被捏的那一個人 是要傳給另外一個人的 所以要捏它代表傳 就是傳給另外一個人 那你仔細看 這個圖片裡面 這個左右兩個女生 其實這兩個人是當時的 這一個法國國王的 這個愛人就對了 就是法國國王身邊 最寵愛的情人 你這樣想好了 那如果說得很好 你去那個博物館 看了這兩張畫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為什麼那個胸部 看起來這麼的精緻 我用精緻來清潔 他們從小就是馬甲壓出來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那個馬甲是連胸部一起壓 它還有兩個固定的形狀 像兩個小杯子一樣 所以就限制 在那兩個小杯子裡面生長 所以你看它那個胸部很開 為什麼 那是壓的 那兩個形狀的來源 是來自於像兩個小杯子 一樣的東西把它罩住 那這樣長大以後的話 你就會塑成一個完美的 精緻的 那個小碗狀的形狀 那個胸部出現 所以在中期以後的話 那個馬甲的話就 一樣要束腰 可是問題是呢 它那個上半截都拿掉了 因為他們後來發現說 那馬甲就往上啪 往上一擠之後的話 就會爆出來這樣子的 那法國人呢 對爆出來 你各位有看過那個法國古裝片嗎 就是那個 那個衣服不是一個露 前面一塊嘛對不對 你知道法國人叫那個露出來 部分叫什麼 知道嗎 叫做愛的小墊子 愛的小墊子 就是你可以 放在那邊這個稍微做一下 這樣就很好 那 那個也是靠馬甲把它擠出來這樣 可是他們牙那麼小 怎麼餵小孩 餵小孩的話他們有奶媽來餵 可是人的那個骨頭 它是有限制的 它其實再怎麼拉一次 那麼粗這樣 這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的做法 後來也變到那個 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 為了讓那個腰更細 呈現某種漏斗狀 因為他們的下半身屁股的那樣 穿一個那個群撐 群撐知道 就是像那個新娘服裏的那個群撐 就可以細細的腰 下面一個圓圓的屁股這樣子的 為了達成這樣的效果 可是問題是你腰還是不細 那怎麼辦呢 那個最早的醫美手術 那個醫生 會說你的肋骨後面這個地方 就是你的肋骨最下面那兩根 那能從你的脊椎那個地方 把它鋸掉 那能把這兩根抽出來 很殘忍 很殘忍 那這樣子一抽出來以後的話 你的腰立膀 可以又多受個幾吋這樣子的 所以當時很多女生 據說因為這個手術 然後感染那個敗血症 就是那個因為傷口沒有復原 敗血症的話後來就死掉了 可是那為了愛美這件事情 在古代世界裡面無所不用其極 這一個馬甲就是一個例子 蠶族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這個可能各位知道 這是中國肉旗之一 當然了 這個蠶族對女性真的很殘忍 跟那個樹腰一樣 她從小就開始把那個腳綁起來 不過呢 這個是在漢人才有這個習慣 另外的話 蠶族的時代的話 其實也應該蠻晚的 那有人說法 有一種說法講說什麼 從南唐開始 事實上呢 我們知道蠶族大量出現 大概是從明代的時候 才大量出現的 所以明清兩代的時候 其實大概當時的這個 上流的這個婦女呢 從小就要蠶族 因為腳要小才嫁得出去 那 那一個蠶族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們看其實蠻變態的 其實各位有沒有看過 那個蠶族那個腳打開的照片 很可怕 腳趾頭都這樣子 而且很臭 對 很臭 那怎麼變形 什麼老太婆裹腳步又臭又長 講就是那個蠶族也會很臭的 那其實呢 這個蠶族既然看起來不好看 那為什麼還要蠶族呢 為什麼 其實呢 有一種說法是這麼說的 當然這個是一個 瑞典的一個叫做漢學家 他的名字叫高羅沛 那高羅沛呢 事實上是瑞典人 可是他的中文很好 他專門的 對這種中國奇風藝術很有興趣 他呢 寫了這個中國古代性文化以後 後來研究了蠶族 根據高羅沛的說法講說 為什麼古代的中國人 男人喜歡女人蠶族 他講說這跟性能力有關係 跟性能力有關係 雖然說腳蠶族以後腳走不太動 可是你還是需要走路對不對 那你腳掌沒辦法用力 所以你那個運動的肌肉群 就是從屁股這個地方 到大腿這個地方都會運動到 就是說 讓你的那個某方面附近的肌肉群 會變得很發達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男人跟女人 在做某方面的事情的時候 會獲得極大的滿意這樣子的 你知道以前怎麼納竊知道嗎 那納竊的時候的話就是 因為你娶妻沒辦法選嘛 娶妻的話都是爸爸媽媽指定這樣子 那個你知道結婚跟開獎一樣 那個滿悲慘的 可是娶妾可以自己選 那明淡的時候 在納妾的時候 她看的就是那個腳 怎麼看呢 沒人把那個妹妹帶進來的門這樣子 就說妹妹走兩步看看 因為他們喜歡小腳 總部人說妹妹進來以後 來 裙子掀起來看看 那個太難看了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她以那一個裙擺的響 來判斷腳的大小 妳看 當時的這個美女標準是看腳 不是看臉 你看這個小溪看那高跟鞋 多高啊 不是嗎對不對 從側面看最少20公分吧 其實高跟鞋這個東西 其實最早是為男人設計的 所以待會兒小溪的話 待會兒那個鞋子 穿鬼褲子郭哥就穿 那是應該郭哥應該穿 真的喔 真的 是男人穿的 因為在第17到第18世紀的時候 當時的男人 留情穿這樣子的鞋子 這個是男鞋 這不是女鞋 這個是男生的鞋子的樣子 好可怕 有點涼 你看 這個有點涼對不對 而且這個鞋子還配什麼知道嗎 還要配上到膝蓋 到膝蓋這個地方的靴子 不是靴子 是襪子 絲襪 而且這個絲襪還要純白絲襪 配上這個有紅色鞋跟的 絨布的高跟鞋 然後呢 還在膝蓋這個位置 還要打上一個最流行的 具有那一個法國四月微風 吹過香色力的大道的 那一個氣氛的 紅色的法式的蝴蝶結 那呢 當你走路的時候 它可以隨風飄好的時候 展現呢 你健美的小腿的曲線 以及那個高跟鞋的那一個線條 配合的絨布 以及白色真絲的那個襪子 還有我剛剛講那個紅色蝴蝶結 你知道嗎 那是帥哥的標準 那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知道這女生很壞 通通都搶去用了這樣 看我們都沒得穿了 所以這就是後來的現象 每一個民族的審美觀是不一樣的 那其實在古代中國世界裡面的話 曾經有一段時間 它流行是拔牙齒 拔牙齒 它是把那個門牙兩顆 不早給拔掉 所以基本上 我們在考古學挖掘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 像這樣子就是那個投古出來以後 這個牙齒前兩顆門牙是被拔掉的 那他們認為這是一種這個美麗 它就基本上 應該是跟審美觀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剛剛講說 其實每一個民族 每一個時代裡面 它都有各自各自的做法出現 那剛剛你剛剛提到那一個 就是日本那個平安時期流行那一種 這個塗得白白那種臉有沒有 其實我們知道 其實它的最早的來源 應該是來自於中國傳過去 所謂的糖裝 糖裝 對 他們稱為糖裝 那我先給各位看幾張圖片 這糖裝還挺有趣的 這一個是我們整理出來 糖裝的化妝步驟 各位在這個圖片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左邊這一個 那位妹妹的話 那個髮型已經先做好了這樣子的 這是鯊魚嗎 對 那個是最夯的髮型 你最不懂的成本這樣子的 不是講的嗎 每個時代的想法不一樣 那它應該是潛水出來的 那個旗才能夠看得到 那個時候的髮型就長這個樣子 而且它有特別的名字叫舵馬記 舵馬記 就是從那個馬上面摔下來以後 掉下來以後 頭髮摔歪了 據說他來自於那個唐玄宗時期 當時有個妃嫔 因為那個皇帝妃子不是很多嗎 對不對 大家爭寵 所以這一個 據說其中有個妃子 他本來不受寵愛的 結果有一天 這個跟著唐玄宗去騎馬的時候 一上馬的瞬間不好意思 啪 跌下來 結果摔下來的時候 頭重腳輕 頭輕著地 結果頭髮就歪了一邊 從此以後 他就說哇 這個美得不得了 他開始受寵了 所以你知道 從那時候開始的女人 怎麼做頭髮知道嗎 她們那個頭髮呢 今天塗了油以後 把它梳得高高的 然後梳好以後啪 一聲 就變這樣 撞牆 要不要撞歪歪的 就這個樣子 我沒有開玩笑 我以上所言無伴之訊 各位看好了 第一步驟 拜拜對不對 再來第二步驟 還滿可愛的 這是第二步驟 千白塗好之後的話 然後開始畫腮紅 你看像 智希那個腮紅畫得多均勻這樣子 唐代女人的話 就是兩塊圓圓的這樣子 那個眉毛重畫 到最後它會變這個樣子 越畫越重 越畫越漂亮 好不好 這是根據唐代工裝美女 她的最高需求就叫這個樣子 那個頭頂上有這個部分 這個叫花點 在臉頰這兩條有沒有 這叫斜紅 叫斜紅 也是拿那個醃製去畫的 在我們看的話那不是化妝失敗了嗎 但是呢 在唐代世界裡認為說 這是美就要這樣做 你看 配上那個墮馬跡 再化妝直接張個臉 走在路上的話 如果說出現在2017年現在 會引起路人圍觀 沒錯吧對不對 蒜發好嗎 對啊 可是唐代的美女就要這個樣子 所以我剛剛講說 每一個不同的時代 她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花點這個東西 據說最早是商疤變出來的 各位有聽過那個什麼 有一個人叫上官婉兒嗎 上官婉兒呢 據說是武則天身邊的一個 這個一個女官就對了 有一天呢 武則天跟她的這個男寵們 在一起親親我我的時候 上官婉兒呢 不小心頭抬起來多看了兩眼 結果呢 武則天一生氣 拿起那個什麼那個燕台 啪啪啪就打過去 結果那個燕台 砸過去的時候 不偏不倚的打中 上官婉兒的那個 額頭這個位置 就一打中以後 不是流血嗎 都會流血 後來這個上官婉兒也不敢吭聲 回去以後怎麼辦 頭頂上這個兩種傷疤 所以後來 她就因為傷疤的形狀 就把它畫成一朵花的形狀 所以從此以後的話 大家流行在這邊畫一朵花 所以她的那個形狀是這樣來的